为何有人说朱元璋的陵墓 六百多年都没人敢挖 明十三陵中埋葬了十三个皇帝 而明朝一共有十六个皇帝 那三个没有埋在十三陵的皇帝是谁呢 朱元璋就是这三个皇帝中其中一个 明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的陵寝在南京 叫明孝陵 距今已经有六百多年的历史 朱元璋生前选择的陵寝位置 在玄武门紫荆山南路独龙府 这可是一个风水宝地 可是 不巧的是 三国时期的孙权墓 正好埋在不远处的梅花山上 从地理位置上看 孙权的墓 正好挡在了朱元璋的前面 按照古人的思维 这是需要迁走的 可是 朱元璋满不在乎 他大度地说道 孙权是个英雄 全当他给我做个侍卫吧 于是 他没有下令搬迁孙权的墓穴 之后朱元璋在红武十四年 命令民工开始修建自己的明孝陵 开始修建的第二年马皇后就去世了 所以马皇后被提前葬入了明孝陵 马皇后的一生以慈孝除名 奉行以孝治天下 封号孝慈高皇后 所以把这个陵墓命名为孝陵 公元1398年 朱元璋驾崩于应天府 建文帝朱允文遵义照启用帝宫 将朱元璋与马皇后合葬在此 这座历经明朝三代帝王 耗世近三十余年建成的陵墓 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 同时也是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帝王陵墓之一 在经历了六百余年的风风雨雨之后 在历史上没有一次被盗绝成功 我们要知道晚清时期 慈禧的定东陵 紧隔二十年就被孙殿英洗劫一空了 其实在朱元璋去世后 他的好孙子建文帝 就派出了五千人来守卫孝陵 这些人被称为孝陵卫 虽然没有锦衣卫的名气大 但是在当时 这批人的地位可绝不比锦衣卫低 这五千人都是从各地的军队中 挑选出来的精兵强将 被分为五所 驻扎在孝陵的周围 另外有一支五百人的队伍 驻扎在孝陵内贴身保护 孝陵卫实行末位淘汰制 每五年考核一次 不能胜任者 由儿子继承 没有儿子的 回家养老 朝廷发放养老金 这种福利 整个明朝也只有孝陵卫有 同时 明朝还规定了严苛的律法 不要说盗陵了 即使是经过皇陵犯禁 或者失礼都会被惩罚 没人敢打孝陵的注意 冥王时 火器和炸药已经非常发达了 如果有人用炸药大规模的炸 还是有可能会进入地宫的 好在 大明亡了之后 南明朝廷还在南京坚守 后来清军南下 攻下了南京 而李自成和张献忠 就没了染指的机会 最初 清军并没有妥善保护孝陵 孝陵周边的百姓 开始到伐陵内的陵墓 仅此而已 但是被攻取南京的多多发现后 多多下令设立了孝陵守陵太监 并迁入陵户四十人 守护孝陵 清朝通过保护明孝陵的这种措施 有效消除了江南地区的抗清思想 四十年后 康熙首次率领大臣拜叶明孝陵 行三跪九寇之礼 特赏赐守卫明孝陵的相关人员 并下旨禁止在林寝周围进行砍伐 责令南京官员严加保护 这是清代皇帝 第一次对明孝陵的相关保护工作 做出的明确指示 之后 康熙又有五次祭拜孝陵的记载 明孝陵石碑上的至龙堂送四个字 就是康熙所提 曹英将其刻于石碑上 到乾隆年间 乾隆曾六次南巡 每次都祭拜孝陵 且都行三跪九寇礼 之后的嘉庆 道光也是全力保护 洪秀全和孙中山在南京成立政权后 第一件事也是祭拜明孝陵 以示推翻满清 恢复中华的决心 因为这些皇帝 都去祭拜朱元璋陵墓 也起到一些防贼作用 毕竟受到当今执权者的尊重 使得明孝陵长期有人看守 百姓也敬重几分 一般盗墓贼在打主意之前 也会考虑到当今皇帝的感受 不敢随便去盗挖明孝陵 虽然 之后是军阀混战 日本入侵的混乱时期 明孝陵因为毗邻政治中心 在动荡的环境中 并未受到波及 直到解放后 对明孝陵六百多年的保护 一直非常周密 没有出现过空荡期 盗墓贼无法找到可乘之机 最主要的是 朱元璋的陵墓建造的犹如铜墙铁壁 入口难找 盗挖难度非常高 因此才得以完整地保存六百多年 总之 明孝陵之所以没有被盗 是因为历朝历代都对其进行了保护 再加上明孝陵有特殊的防盗措施 还有足够好的运气 以及非同寻常的历史机缘 导致他始终没有遭受毁灭性的打击